早安 早安大家 今天的早餐主廚是Kimi Kimi今天做了什麼 用昨天的龍蝦湯煮了海鮮粥 很豐盛 我今天吃Cyria 你們吃龍蝦 我吃鳥食 现在862号公路 一路往代替瀑布的西边去 果然快到景点的时候就放晴了 刚刚下雨是要让我们洗车用的 等一下下车来看看我们的小白是不是变得真的很白呢 862真的比864号太多了 我们从西岸的停车场一路要走到观景台去 可以看到这个路况也不是很好走 让大家看一下走往瀑布的地形 我们刚刚一路从前面代替西岸的停车场 现在要走到西岸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一路的地形也不是很好走 大概要走800公尺远 大概要走800公尺远 我们到了 西面的瀑布区 我们之前在对面的东岸那边 шир脑西岸的东岸绕过来西岸要一个小时 靠从梁ira的三分钟 渔天漏伊 好的 因为我们遇到下大雨风很大 所以雨滴很大一直打在身上 一号 一号走在这前面 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在哪里 二号 三号 四号 远远的缓步前行 有看到那个雨滴 真的很大滴 我们距离拉这么远 走到停车场 500公尺好远喔 怎么觉得一直走不到 因为中间一直在绕这些十字路 加油 快到了 我们才走800公尺 没有 我们才回1600公尺 大概是2300年前 玄武岩喷发后行程 周围有许多的火山地貌景观 距离都不远 简称钻石圈 米湖的温泉跟蓝湖齐名 全职也是梦幻蓝 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水温比较不热 湖名米湖来自于冰岛屿的蚊与湖 因为夏天这里有大量的蚊蒙 所以当地还有蚊子装出现呢 鑽石圈的景点很多 我们时间有限 就挑几个去走走咯 有听到这个风声吗 风很大 我们往山上走 一起找猫躺 就到这里 风水好蓝喔 超美的 但是风真的很大 吹起来很冷 现在就是 抱着到底怎样 它风吹起来真的很冷 后面 真的一样管不天行 我们往上爬起这种 蛮陡的 然后起来挺蜘蛛的 因为风真的很大 走到最顶端看 从上面往下看真的很美耶 它这边看起来真的很 很沙漠的感觉 吹着我耳朵快要掉了 克拉夫拉火山 是一座火火山 这个火山口出现在 1724年的大爆发 这个爆发 持续了五年之久 史称米狐之火 克拉夫拉火山 克拉夫拉火山最后一次爆发 在1984年 它的火药期 从1975年到1984年 总共有9次的火山爆发 虽然目前没有动静 但它能处于火火山的状态喔 克拉夫拉火山的直径有10公里 高度818公尺 湖水的色泽也来自于火山内的矿物质 不同时节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夏季蓝的沉浸 冬季绿的沉稳 我们到的时节还没有完全交替完 所以是一股蓝绿色泽的梦幻 美极了 冰岛的电力生产几乎百分之百 全部来自于可再生的能源提供 百分之七十来自于水力 百分之三十来自于地热 水电是利用冰岛上丰富的冰川河流 还有瀑布资源生产的 而冰岛是世界上地壳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之一 有200多座火山和600多个温泉 其中许多都有达到250度的温度呢 这就是冰岛能够利用地热能源的原因 这些蒸汽资源用在每一个地方 从房屋供暖到加热游泳池都可以用 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者 我们现在在发电厂里头 除了这边有厕所可以使用之外 然后有影片介绍发电厂 它怎么样运用它们地热 然后来发电 还有泡温泉 这里还有免费的咖啡可以使用 超赞的 因为外面风很大 喝杯热咖啡其实很舒服 我们现在来到地热谷 虽然是地热谷 但是风吹起来非常的冷 不是你一定要把全身都放冷 冷风扇的概念很冷 现在味道非常的臭 不是硫磺味 我觉得为什么有尿烧味 对吗 真的有尿烧味我不过去看了 这味道真的很重 还可以走下去耶 水都在蹲 这里没有人在买鸡蛋 没有人在煮蛋 我们现在要走到地洞温泉去 done沙观 近了 天ters 所以我们现在都倒是 了 什么 喔 ули 我们现在要走到地洞温泉去 这个温泉现在好像温度升高到变得很胖 所以现在是不能够下去泡的 但是可以下去看一看 泉池很清澈也很蓝 因为克拉夫拉火山爆发了九次 温度上升到超过50度 后来慢慢降温 但温度不太稳定 有警告告示牌不要随意挑下去哦 这间农场餐厅停在门口的时候味道非常的奇特 因为它真的在这边有养牛啊养动物对不对 然后里面又有很好吃的食物 很热闹耶 走进去看看 这间店还蛮有名的 因为门口看到停好多车哦 还有游览车呢 哇 没想到里面这么宽敞 而且感觉好温馨哦 这间小小的纪念品店 很温馨的大厅 啊 坐在这个小角落和咖啡感觉挺不错的 还有个室外的空间 但是坐在室外吃饭应该蛮冷的 啊 我们已经有位置了 这边很特别哦 吃饭还可以看牛 但是这边对着牛屁股 我们有个窗边的座位呢 啊 我们不会在这边 等那会有点 我们不挨托 到了 我们不挨托 这里 我们不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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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吃完飯要走了 然後這個小姐呢 趕著去櫃台結帳 結果被服務生叫回來喔 他說你們悠閒一點幹嘛這麼緊張 所以他推薦了這兩款蛋糕給我們 總之我們就坐下來繼續吃 接下來我要訪問柯米老闆 我要先吃我才知道 好來 這蛋糕吃起來有點像酷爛的口感 然後焦糖醬 加一些堅果 葡萄 巧克力豆豆 好甜 味道是不錯 但是真的對我們來講太甜 他等一下會來推薦咖啡了 這個奶油可以 這個奶油入口即化 很化狗不會很油膩 所以搭一個這個 跟搭一個蛋糕一起吃會比較好吃 就不會那麼甜 老闆可以做得出來嗎 好開心 老闆可以做得出來嗎 拜拜 這是第二個甜點 剛剛服務生推薦是布丁口感的 你沒有吃到主體耶 你的表情 他有點像蒸蛋 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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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是 蒸壞掉的蒸蛋 就是 火太大 然後有那個 孔洞的蒸蛋 但是是嫩的 你看 你看很像蒸蛋 他又有點鹹鹹的甜甜 你可以吃一下這個主要的布丁嗎 這不是布丁 這是冰淇淋 布丁在下面 就是我現在挖的這個在布丁 哦 所以主要是這個哦 嗯 這個白白的就是火山龍眼的布丁 這個白白的這個是 什麼粉 牛奶粉 很像有一點顆粒的奶粉 整個口感吃起來就很特別 在台灣吃不到 在台灣吃不到 這個是菲莎莉 這個是水甜 這個可以吃 今天來到眾神瀑布 眾神瀑布的由來呢 是因為西元一千年的時候 冰島決定把基督教定為他們的 國家的宗教 所以把其他北歐的神像 全部都都在這個瀑布裡頭 所以這瀑布裡頭有非常多的神像 這叫做眾神瀑布 眾神瀑布呢 從停車場過來比較好走 不像代替瀑布走得非常的辛苦 我們一起去看看 那天 我们现在要到第二大城阿克雷里 专程挑了这一条路呢 就是因为它不用收费 不用经过收费的路段 所以我们多绕了十分钟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景色也是一样的 非常的美 阿克雷里是冰岛的第二大城 所谓的第二大城 一样迷你而温馨 人口只有一万七千人 一万七是什么概念 新北市的九份 人口都有三万七呀 跨海过去就到市区了哦 有发现交错的车便多了吗 不是只有牛羊毛 2008年经历金融危机之后 冰岛拼临破产的边缘 国内气氛一片低迷 阿克雷里市便将红绿灯 换上新型来抚慰人心 为人们带来希望跟信心 反而变成城市的特色之一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阿克雷里的房间 这个公寓里面 我们有自己的厨房 哇哦 好了 今天不用共用卫浴了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卫浴 一个小餐厅 这里有两张沙发床 等一下把它摊开就可以睡了 隔着这边还有一个双人床 小小的 不过没关系 够睡了 赞 来看一下我们的厨房设备有什么 它已经帮我们准备好晚盘 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烤箱 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烤箱 厨具也很多 也有烤面包鸡耶 冰箱 空的 没有留东西给我们 微波炉 好还不错 今天终于有洗衣机 烘衣机可以用了 开心开心 就要看下来 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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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来到森林温泉 这个温泉还蛮新的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收尾有树林 还可以看到雪山 我们绕一圈看看 大池的水温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烤箱 后面还有一池小池 小池呢会比较温度再高一些些 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人在旁边的石头桌 你可以把你的饮料放在桌上 然后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边聊天 然后等夕阳 喝啤酒 好烤箱好温暖哦 还有落地窗 可以看窗景 好烤箱好烤箱 好烤箱 有啊 六池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